大家好我是电脑王阿达 最近大家可能听到一个新闻就是说 特斯拉举办一个活动 用你家的车 然后去跟他交换Model Suede 可以交换开三天 而且他这个用车去跟他换的活动 其实也不是第一次办 我起码报过两次都从来没说到 所以大家不要认为 知名人士还是KOL有什么特别待遇 没有特斯拉没有任何特别待遇 那我以一个特斯拉的车主 为大家简单的分析一下 如果今天你试乘完之后 真的要买特斯拉的话 要注意哪些事情 它的优点跟缺点是什么 接下来就直接为大家报告 首先呢 我自己是特斯拉Model X的一个车主 特斯拉是75D 我也老实讲 我的车并不是一手车 我就是跟我朋友买的二手车 那我朋友为什么会卖给我 因为他一直在换更高阶的特斯拉 其实那个时候 我自己刚好在等Model Suede 但是那个时候等了两年都等不到 那朋友自己的车子要卖 我觉得价格是我可以接受的 而且Model X我又喜欢 我又不想再等Model Suede 那我就买了 开到现在开一年多 我讲实话我非常满意 在这边呢 跟大家分析一下 特斯拉的一些优点跟缺点 首先呢 我们先从缺点开始吧 特斯拉在买的时候 你要先想清楚一点 就是说 它是一个价格变动非常大 又非常快 又非常突然的一个品牌 特斯拉大家都说它很保值 像买Model Suede 你开了一年之后 你可能折价只有几%而已 因为现在根本没有现车 所以有人要卖的话 其实它折的折数是很低的 我不像有个车 进了头就赔几十万 特斯拉比较不会有这种状况 所以以保值性来说 特斯拉并不算差 但是它的问题是在它的 价格浮动太快 因为马斯克他不是一个传统的商人 他不会今天我车卖的贵 赚的多 我就开心了 他只要造车成本一降低 他就立刻降价 在去年或前年的时候 他曾经发生过一次降 200万的事情 事实上特斯拉并没有降那么多 但是因为它降了之后 刚好又低于 奢侈税的门槛 所以又扣掉奢侈税 百六十几万 所以这个车本来四五百万 变成三百多万 还是很贵 那如果你有在注意特斯拉新闻的话 你会发现 Model Suede 它也是一路降 很多中国的车主都枯倒在马路上 甚至它现在为了充中国的补贴 它现在都降到30万人民币以下了 而且它可能还会再降 如果你要买特斯拉 你必须要能承受 假设你可能买完两个月之内 原厂自己降性车价 你要这个心理准备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就是它的价格会浮动 除了会变便宜以外 它也可能会变贵 非常的离谱 它什么地方变贵呢 我那台车就有辅助自动驾驶 那个时候价格是16万块左右 他自己说 因为我的辅助驾驶快要完成了 所以他一路上 现在那个价格已经到21万左右 他自己说将来不排除会卖到30几万 但是这个功能我老实讲 在目前为止 它只有在高速公路变道 然后帮你自动停车 还有一个远单召唤 它还真的没有太大功能 那当然马斯克会说 将来的特斯拉可以帮你去拆车赚钱 认真讲了 这就话他讲五六次了 每一年都说明年实现 他努力有在实现 但是大家真的不要太当真了 我常常跟一些其他朋友在那边聊天 聊到他们会对我生气 就觉得我怎么不是马斯克信徒 我一直都不是马斯克信徒 我是科技的信徒 那第三个呢 就是他万年被传送的公差 每台车的公差都不一样 也有发生过新车来 就哪边有刮到伤到的 所以如果你要去叫车的时候 记得去网路上爬我 我们也有写 看完之后有问题 车子不要开走 叫他rewalk 完再来叫车 你可能会再等三个月再等半年 没关系 你等 你千万不要硬着头皮交车 绝对后悔 那第四个就是 各种奇奇怪怪的小毛病 但是那个小毛病 我觉得都还能接受 比较受不了 就是他12伏真的很容易换 这一点大概就没救了 我希望特斯拉 之后看能不能换个12伏的料件 这是他的几个缺点 讲那么多缺点 大家搞不好就说我是特斯拉黑 那接下来我来讲讲他的优点 第一个 特斯拉加速性非常的可怕 以我那台车是75D来讲好了 我0到100是4秒多而已 那如果你是买性能版的话 不到3秒他就到100 这种加速度 在这个价格带 你能买到最快的直线加速车 他最厉害就是加速 你如果要他在跑三路不好意思 那可能又不是特斯拉主产 你如果是直线加速这件事情 特斯拉绝对是第一名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 他在超充这部分相当的负责 他在全国各地都设置了超充 台北 嘉义 台中 台南 到处都有超充 但是像我那种75D的话 原则上 我如果要台南开到台北 是一次办不到的 所以我必须要在中途的时候 充一次电 不然我是到不了台北 这一点就是开电动车 自己会习惯 就我们讲的生命会早出路 那这一点就是 其他品牌的电动车都做不到 以目前我暂时来看的话 台湾有认真在做 充电这件事情 除了特斯拉以外 大概只有保时捷 那BMW还有在做一些 那其他品牌 我认真讲 我看不到他们的努力 所以特斯拉的优点就是 它的充电快 然后超充多 相当负责 那第三点就是 它的车 几乎没有任何的保险问题 你甚至交车的时候 交车之后就跟你讲 四年后再见 只要你当下 没有检查出任何问题的话 原则上这台车 就不会有可能太大问题 你只要先做轮胎定位 因为特斯拉不会帮你做轮胎定位 轮胎定位完之后 只要每几年 会叫你回去稍微检查一下 原则上你大概 四万去检查 或是你去检查一下就好 去检查杀车友 还有来临片 轮胎那些是你自己要注意的 大概是这样子 它是几乎零保养的车 那第四点 它目前在外面操纵是不用钱 这一点快要收费了 所以也快没了 那整体来说的话 我是觉得 特斯拉的优点跟缺点 都算多 但是如果你有开过特斯拉 甚至之后 我刚刚讲了那么多的缺点 其实都可以无视 刚刚还没有讲说 他开车的时候有点吵 我们之前还做过轮骨静音的工程 这些我们可以都不视为缺点 开过的你就爱上它 而且最重要的是 它的科技感真的很足 它的FSD 虽然没办法让你在市区开 你在高速工程上 可以开得非常轻松 你就稍微拂着方向盘 真的让你一路开到下轿道 都没有问题 而且塞车的时候 开起来非常的轻松 血液 ACC限制30公里以上才能启动 特斯拉都没有这些问题 开过一次 我保证你绝对爱上它 但是它的缺点很多 我也是完全无法忽视的 如果你能够忍受这些缺点 然后去拥抱它的优点 我认真说 我的下一台车 还是特斯拉 我接下来呢 应该是会等Model X 该款 然后它出大电池款之后 我这一台会卖过地 或者说Model Y上市 它装了100的电池 我应该也会买Model Y 给我老婆开 因为这个续航我觉得才够用了 你就知道为什么买过特斯拉 几乎再买还是特斯拉 因为它会不去 我是电脑娃达 如果喜欢这段评论 记得帮我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 拜拜